2016 房价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烦恼 真是很难承受了 这一辈子积蓄都给儿女买一套房子 何必每天这种创业 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该怎样去建 又该怎样激活中国经济新的动能 电动车被盗 五天之内警方对着电脑就直接破案 神探是怎样练成的 用人单位点点鼠标就可以随时招聘 秘诀在哪里 比如说工资带来一个半时间 通过手机就可以浏览 让城市更智慧还要突破哪些瓶颈 这个钱怎么去算 节测层去推动这个事 事实稍后与您共同关注 那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 住宅的销售价格上涨城市的个数 都是有所增加 中国部分城市的房价上涨较快 中国政府对此高度 上海房地产新政开始实施 提高购物房首付比例的还有提升 尤其今年 今年长太凶了 真是很难承受了 压力太大了呀 但是房价降下来谁也没办 把这一辈子积蓄都给儿女买一套房子 还买的不大 还拉的一批张 之前可能努力一点还买得起 反正这半年多吧 可能这好几年都白干了 现在大家已经麻木了 有钱的早买了 没钱都买不起就是买不起了 您好 欢迎收看事实 房价无疑是2016年的一大年度热词 这一年 高涨的房价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楼市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成为2016中国经济留下的一大悬念 刚才的片子当中 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很多的人 而在这些人中 年轻人对房价变动的敏感性是最高的 房价给年轻人带来哪些影响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小伙的经历 你看 对 然后还有这个 这是我们拍的婚纱照 婚期已经定了 在1月19号 李宝马上就要结婚了 可他现在还和同事一起住 在公司租的员工宿舍里 为了结婚 他从今年年初就开始考虑买房 但是随后的房价上涨 却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我年初的时候我看中这套房子 当时的价格是多少 每平米就一万一千多出点头 八十多平 然后首付也只需要三十万左右 但是现在你看看 首付得六十万不到七十万了 对压力是太大成倍的增长 你好你好 请进 李宝在天津读的大学 毕业后打算通过自己努力 在天津扎下根 由于户口不在天津 买房除了结婚生活之外 还涉及到 他们能否在天津顺利落户 将来孩子能否在天津上学等等 为了买房 李宝省吃俭用 但这和非常的房价比起来 显得杯水车薪 买房难让李宝想到了 离开大城市回老家生活 这样的事不止发生在一个人 一家企业和一座城市当中 在北京 在上海 在深圳 在厦门 在很多一二线城市中 这样的故事正在上演 年轻人被挤出城市 我们城市的活力又该从何谈起 下面我们来看看 另一个年轻人的经历 现在就是 大家变得就是 都是有一种投机心态 就是总想着说 我能 我在哪儿搞一套房子 然后它花花花长上去 那我这个赚挺多钱 我也不用多费劲 这多好啊 何必每天这种创业 累得 搞得自己这么累 最后 最后成不成功 还是俩说呢 这种说法道出了很多创业者的困惑和无奈 三年前 李凯和朋友研发出了世界上首款智能路由器 极路由 并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然而这几年随着北京房价一路高涨 他觉得创业的路走得越来越累 然而工资的上涨并没有让员工得到实惠 随着房价的上涨 他们生活的质量反而在下降 除此之外 近年来资本市场出现的 避时就须的变化 也让李凯这样的创业者感到担忧 投资人在投这个钱的时候 他会比较收益率 那我到底买房更合算 还是投资一个公司更合算 显然 现在看起来是买房更合算 那就会造成市场上融资成本非常高 资金非常的短缺 这种情况不止出现在北京中关村 最近网上流传的 华为将要牵出深圳的消息 也显示出高房价对深圳这个创业之都 所带来的危害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 曾经说过 土地价格越贵 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而著名经济学家向松作指出 高房价将压垮中国的创新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把振兴实体经济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同时列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提出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 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 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该怎么建 近日南开大学举行了中国居民住房高层研讨会 即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会 由于是目前国内高校中 唯一针对该领域的专业性调研报告 这次发布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多家高校 媒体以及政府部门的专家 如何建立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要高度警惕这个房地产的那个风险 所以不要一句话说 出来混是早是要还的 所以绝对不要认为这个房价 它只能涨不能跌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万东华 用略带调侃的话说出了 他对目前我国房地产存在的风险的担忧 我觉得就是要双向发力 一方面确实要想方设法增加供给 特别是这个一些紧俏大宗城市的 这个住房土地的供给 第二方面可能就是对这个货位 特别是这个投机投资 这方面可能还是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 万东华认为之前我们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更多是针对虚控 比如最近很多城市出台限购限贷政策 这种调控方式只能是短效的 一旦调控放松 房价很容易出现报复性反弹 长效的调控手段应该是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进行调节 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可 房价上涨比较快的城市要扩大土地的供应 这第一个 第二个要经历一个挂钩的制度 就是这个人口的这个规模和城市用地的规模挂钩的制度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次这个今后可能我们经历这个长效机制 可能这两方面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找利点 除此之外 一些专家还把矛头指向了一直被认为是造成高房价的源头 土地财政 认为长效机制的建立应该从这里着手 中央和地方在这个税收方面 这个分层存在着一些不对称的问题 把土地出账金交给地方 这样就导致了地方卖地的冲动 卖地的冲动就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价的上涨 地价的上涨就导致房价的上涨 所以这个财税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冯科是国内研究房地产金融方面的权威之一 多年前他就曾经提出过利用分税制来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建议 原来中央把这个所得税的大部分拿走 应该考虑返还一部分给地方政府 这样的话地方政府所得税的份额占多了 那么当然中央因为此也减少了税源 对吧 那么我们在另一方面我们就把土地出让金 分成是地方拿一半中央拿一半 这种税制改革的方式 一方面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减少帝王的出现 另一方面会把地方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 如何增加企业所得税上来 这就需要关注企业的发展 降低企业的成本 提高企业的利润 在控制房价和促进实业发展两个方面实现共赢 房地产改革 长效机制的建立目的是要给中国经济松绑 给实体经济减负 从而释放新的活力 那么在振兴实体经济方面 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这两天天津东方盛大钢铁实业有限公司迎来了一位 从西非贝宁共和国来的酋长 我们的国家正在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 希望从中国购买大量的钢铁建材 这个企业正好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从明年五月份开始 通过我们的平台 我们每年将为贝宁共和国出口五万吨钢铁 八万吨水泥 辐射西非17个国家 别看现在这家企业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几年前他们曾经遇到过生存上的危机 以前我们的产品 大部分产品走向于房地产 房地产业比较好的形式的情况下 我们的产业也达到了峰值 但是随着国家这几年的宏观填库 现在逐渐的风头有些不太好 2015年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我国钢铁全行业出现了亏损 刚才卖出了白菜价 东方盛大的日子也不好过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主动进行转型 第一步就是压缩自身的过剩产能 14年的产值达到峰值的时候 达到十几万吨 15年逐渐缩减到6万多吨 16年计划到1万吨以下 我们的目标就是 我公司的产能逐渐收到最低 甚至为0 转型的第二步是着手打造 天津市首个钢铁品类 大宗商品跨境交易平台 中物网海外物资平台 实现了由一家钢铁生产型企业 向电子商务企业的转身 这是我们公司今天 介绍到目前的成交量 已经突破了70万美元 目前平台上的交易额增长率 每个月达到3%到5% 这次转型让企业再次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目前这个平台上已经整合了110家国内钢铁企业 每个月都可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输出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产品 今年前三季度平台出口额超过了1.5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了50% 预计在2017年将增加中药材等十多种国内产品的出口业务 使得我们的出口国家延伸到塞内加尔 济内亚 钢比亚等20多个国家 到2020年我们的平台交易额将突破20个亿 压缩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 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红利绝不只适用于一家企业一个行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指出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 因此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 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 除了加快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之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明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三去一降一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化国企改革 以及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等等 再过一周就将迎来新的一年 虽然2016年高涨的房价给李宝和李凯带来了不少烦恼 但是他们对新的一年仍然充满了期待 17年吧 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了解 真真实实的了解到咱们年轻人这一代的 一个困难也好 一个需求也好 能够从政策上面真正的把这个房价给控制住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这种房子上面 我觉得是不值得的 那么如果从各个方面能比如提供更多的这种安居保障 公租房连租房 给到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给到我们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 一些这种知识的话 让大家不要花心思在造房子上面 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奋斗事业上面 那么我们的整个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必然会发展得更快 最终是有利于整个我们国家的这样的强盛发展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本周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中指出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推动经济发展 根本还是要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出发 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符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有利于创造新的增长点 提高长期增长潜力 这再次说明了保障和改善民生 才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房价一头牵着经济 一头连着民生 2016年房地产给中国经济留下了一个问号 希望2017年这个问号能有一个圆满的解答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看事实 电动车被盗 五天之内警方对着电脑就直接破案 神探是怎样练成的 这就是犯罪嫌人 刚作案得手 当场将他亲货了 用人单位点点鼠标就可以随时招聘 秘诀在哪里 比如说公司在的上班时间 通过手机就可以浏览 行政审批让网络替人跑腿 又是怎样做到的 只需要来一次 万一有这种出差的这种情况 让城市更智慧 还要突破哪些瓶颈 这个前面去做 决策层去推动这个事 事实 稍后与您共同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看事实 不久前天津市公安局金南分局公布了一个案例 他们破获了一起连续盗窃电动车的案件 和以往不同 这次破案的过程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在现场勘查寻找证据 盘问周围路人等等 相反公安人员连续几天足不出户对着电脑就锁定了嫌疑人 直接抓人破案 听着有点悬 怎么破案的呢 今年4月11号和16号两天 金南区咸水湖某小区内连续有居民报案 说电动车被盗 金南区连续多年探索智慧城市建设 公安部门在小区 学校 机关单位 商业中心 建设工地等重点地段 都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 做到全区监控范围无缝连接 无死角 这一次接到报警后 公安先想到的就是通过视频监控寻找线索 是在容水湖一个电梯里头调替了视频监控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特征 十几分钟之后 这名犯罪人推着一辆电动车下楼了 在另一天的视频监控中 公安人员再次发现这名嫌疑人空手上楼 又推着另一辆电动车下楼 这次4月16号在葛屋镇容水湖再次到夕 而且他届次换了一个蓝色的外罩 换了外衣 对 但是他里面这件衣服是上次穿的 而且头型 面目特征都一样 未死人确定应该是一个人 而且他形式轨迹跟11号是一样的 所以他得手之后逃跑了 杨涵杰是途径刚才那个小区的马路 再次从北门逃跑 利用被盗小区周边密布的视频监控设备 警方不仅发现了倒车人的逃跑路线 还顺藤摸瓜找到了嚣张地点 经过我们对松桥河镇附近的探头 已经仔细调取遍看 发现犯罪嫌人在作案得手后 每次都是嚣张桥头附近 一个维修二手电动车的一个商店 为此我们组织专门警力 进行了敦督守候 这是咱司机埋伏的侦察员 过去喝围去了 当厂将他侵货了 电动车都坠毁了 挽回了群众的财神损失 刚刚看到的这起连续倒车案 公安部门在接到报警后 从排查视频信息 到最后实时抓捕 只用了五天的时间 视频监控设备支出了一道网 让犯罪分子无处藏身 这就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成果 智慧城市建设对于国家的发展 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已经被列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 国务院参事 信息处理中心建设 各类信息服务整合等多个环节 将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天津在智慧城市的探索上 不仅仅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公共安全领域 还包括智慧民生 智慧经济 智慧政务等诸多内容 高传燕是金南区某家物业公司的人力专员 今天她到金南区人力社保局办事 顺便在这里的就业创业超市寻找用工信息 我们会把我们大概期的范围跟他们说 比如说工资范围上班时间 因为我们平时工作有时比较忙 就是他们帮我们联系 帮我们联系完了 然后会告诉我们一些相应的 这个人的基本信息 我们在面试 在筛选 然后入职 就是这个手续 我们现在大概的员工 大概得有一千人左右吧 30%差不多是从这里走的 从2013年开始 金南区人力社保局 就把全区范围内的求职者 和用人单位的信息整理登记 免费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 搭建网络对接平台 像智联也好 像赶金也好 他们这些网站提供的 它人员向来说比较高端 就文质类的工作比较多 像物业这方面 它就是一线人员比较多 它有的不会上网 像40多岁的人 它不会上 它只能来就业超市 所以我们来这儿 会比在网上招聘的效果要好得多 我们现在还研发了一个手机APP 网上超市 咱求职者和企业通过手机 就可以浏览在超市里所有的信息 也是更加方便的 那个行政审批的备案号 就是这个号码 没错 咱们的审批号码 中心天津生态城的行政审批部门 也开发了一套 网上智能审批系统 提升了审批的效率 改变了以往企业 需要多次往返的问题 原先是我们先要提报申请材料 需要修改 然后我们需要回去再修改 然后往返几次 然后再把这个件提报过来 现在就方便多了 就是我们在网上提报我们所有的资料 如果有问题呢 我们就是在网上进行修改 最后来拿件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一并把我们的所有的申请材料 提报过来 然后这件就批给我们 只需要来一次 这事就办了 全部都是在网上办理 它节省了比较传统的 科室之间送达纸质 传送的这种时间 同时这个领导 万一有这种出差的这种情况 也可以进行移动端的进行审批 对都节省了这个审批的时间 我们看到在治安管理 在就业求职 在行政审批等各个方面 由于网络技术 大数据 智能办公系统等智能化应用 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了方便和快捷 这些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侧面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大命题 涵盖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中 要想继续深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还有哪些瓶颈需要突破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做智慧城市 我们都用成熟的技术 所以它的难点 更多都是技术之外的东西 你把你的卡拿一下 我看一下 这是我的签包 ETC高速的卡 这是银行的信用卡 北京地铁的卡 这些卡能不能合成一张 其实从技术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这每张卡其实背后多 代表了一些不萌 一卡通其实很简单 就是天津的和北京要把它协同起来 就涉及到利润的分配 如果我在天津冲了职 在北京坐了车 这个钱怎么去算 其实可能有一系列的这种利益的分配规则 可能需要去制定 在这方面 中心天津生态城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 就提供了一些经验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个资源库 在我们里边有一个 我们的证件的一个中心 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做到每一个部门之间的共享 统一各个部门的权限 用一个更高的决策层去推动这个事 那么第二 就是打破各个部门之间的 按照部门之间分类的这种事项 而是从企业办事的角度 你从企业为中心 去梳理这个事项 梳理这个流程 你就可以打破这种 各个部门之间的一定的分界 应该是一个体系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创新才行 不是单一部门 或者单一机构 能解决的问题 针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规划 天津也做出了明确的制度性安排 未来 天津将全面实施互联网加行动 加快推进城市管理智能化 惠民服务便捷化 产业体系高端化 网络安全长效化 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 智慧城市建设 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但是要深入推动 如何打破现有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 更好地建立各部门联动协同的机制 还需要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希望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智慧 让每个人都享受到 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方便和快捷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下周日中午 欢迎您继续收看事实 再见 下周日中午